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就是《台湾棒球一百年》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就要透过作者 学者 专家 还有运动员 透过各种不同的面向 来带领大家一块儿 做深入的赏息 学院场在教学现场 在学者在研究的这个部分 跟棒球的生命的连结呢 很多人都有刻板印象 好像就是念书走学术研究 No 我今天就是 就是节目邀请我来谈这个题目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很开心 很高兴的 为什么 因为谢老师这本书 它就是勾起我们 真的美好的回忆 我可以说是只插名字没在他的书里头 我们算是跟这本书连结非常密切的一号人物 我可以很骄傲的就是跟谢老师讲 你里面所提到的那么多的重要人物 跟我有非常直接的一些轻悟的一些关系 谢老师这本书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 它勾起我们很多只有身为台湾人 你才独有的那个美好的回忆 你先这样子分享 一百年这么长的时间 肯定会笼罩着老中青 要什么字 老中青 老中青 所以各位跟生命历程跟棒球有连结吗 我们先从Terry开始 这是我的成长历史 那时候就觉得说原住民就是只会运动 然后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不会念书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周围的人对你的看法吗 对 就是在我们体育班 因为我是念补冬班 那有些原住民的同学都还是在体育班 高中的时候有体育转班 对 那可能他们可能练习完之后 然后隔天可能晚自习就不出现 然后可能因为太累或比赛 隔天可能就迟到 所以一直那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 好像我们只是为了在等保送这件事情 然后可是那时候也会面临到球学过程中 老师说你可以去接触资讯 接触艺术 接触不一样的领域 那哪帽呢 哪帽你的棒球魂呢 博基斯他的魂是融在他的西装 没有 讲到棒球 夏老师一定知道 太巴朗马他和这两个部落是 我是我们是发源地 对 我觉得他很幸运 对 一般的选手 像Terry的老师会告诉他说 你知道我们运动体育 他其实一个非常精英化的一种事业 然后他其实是筛选精英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会有这种什么 基优生 体保生 还好他的老师有特别去要求他 可以去广泛地去学习别的知识 可是我们像例如说我们科版会认为说 原住民为什么那么多人是投入体育 或是棒球 那个是其实经过一番筛选 可能是一千多个 像刚才三千多人就考了那个几个名额 没有中奖的 通常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像Terry的教练 就是要求他做频繁普遍上的知识学习 他可能就会从事其他比较集中化的工作 比如说有比较多做工 然后他其实就没有别的机会 因为他一定要进到那个宅门里头 那样子 原住民同权在过去从七年代以来的 那一个面对的状况 其实比较像是刘莫刚刚所说的 这个因为我们的国家其实是 是在七年代创造一个制度 是让我们可以很快地挑选到精英 对 那这个对国家想要去达到那个目的而言 其实是有效率的 因为我们最后的目标是世界冠军 那我的过程就是让你 反正我就塞最精华的这六十个人 他只要有两三队非常强 所以我们才会知道有美和华欣 甚至于龙宫 我们可能七年代发展到最后 就是剩下这几个系统而已 但我们打少方的时候 可能全场有上万个小朋友在打 对 然后一层一层上去之后 那我们会问那其他人到哪里去这样子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想要去圆梦 然后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那我们可能也 豁然也可能牺牲了某一些 在学业上的追求 是 然后让自己在运动场上进 那你发现 哇塞 美和华欣手比你强太多了这样子 于是你就没有办法再上去了 然后就转到另外一个职场上 所以那个机制本身非常残酷 我现在其实来看我们回到 学生运动的本职 我们会觉得哇 这个像宏叶这样的选手 当然后面来 后面他们未必有这样子的际遇 但是像很多那个时候 整个花东的原住民选手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其实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 其实面对了很多 这个很风光的时刻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的时候 是他们面对自己人生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 我们今天看待台湾的棒球 这本书其实也是大家提供一个反思来 我觉得也不见得 那个反思是在于 棒球带给我们很多正面的东西 它让台湾社会凝聚起来 让我们之间的距离变近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 背负态度 背负态度 然后那些历史的遗产资产 在当代我们怎么去面对它 我其实这本书里面 也谈到这一些 其实无意要去批评 那个时候的孩子 或者是那个时候 在整个运动的体系上的主持人 而是那个时代确实是因为 为了那个目标 然后投身在那里面 那我们得到了什么 我们也必然失去了什么 这个其实是有助于我们去理解 到底我们之后 对于棒球运动跟台湾社会之间的关系 我们期待的是哪一种 我觉得这个是要来必须思考的问题 1970年代 台湾的棒球靠着红叶 与金龙哨棒掀起的风潮席卷美国 打造了棒球的国球地位 也挽回了因外交挫败而低档的民心士气 而在台湾人初接触棒球的日志时期 同样的也是一群来自南部的孩子 夺下了台湾史上第一座的全岛少帮冠军 在那个多数人依旧对棒球陌生的年代 球赛的胜利荣耀的锦旗 让许多人在还来不及好好认识棒球之前 就已经喜欢上了棒球 因为刚才谢老师特别提到 七里年代八里年代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在台湾的政治跟社会的发展来讲 它也是一个非常动荡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 所以谢老师这本书我读起来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是什么 就是像那么你们还有刚才Terry所讲的 这是一个精英化的这样子的一个筛选的 这样子一个棒球运动这样子的一个年代 它特别的就是呈现在谢老师这本书当中 很有趣的印象是什么 它虽然主题是在谈棒球 但是它非常微妙 这本书非常微妙的 然后也非常非常好的去附带谈的另外一件事情 哪件事情 除了刚才我讲的就是那个时候族群关系这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 就是整个国家的国主建构这件事情 是在那个年代当中我们整个国主意识 非常巧合的跟棒球相结合的这样子一个年代 透过精英这个选拔 然后我们不断的再去争取荣誉 所以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是说谢老师 你在这本书在提到的时候 你都提到了就是说国际社会后来就发现到我们台湾棒球 当时发展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 那就是一定要争第一 为什么一定要拿冠军 这跟我们今天则总是一个运动 你应该快乐啊健康啊这样子 比较健康一点的一个目的 比较比较我们会认为比较正常 可是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变成是这个样子 这跟当时的国主意识是相关的 是100年来这个运动在台湾发展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脉络 我们这个棒球是从就是日本美国人传到日本 日本人1895年就开启了台湾的统治之后 带进来在台湾 这个东西它一直都会象征我们台湾社会当中一个缩影 哪一个缩影 那就是建立我们整个自己本土的民族自信心的一个过程 始终谢老师一直每次在他这个书本当中的描述当中 哎呀哪一种比赛一定要赢你们刚刚讲的一定要赢 威廉波特要拿第一 对 对 经典赛要台湾 当时那时候韩国都还不存在 谢老师那时候韩国还不在你谈你的这本书里头 谈你的话题对不对 受棒的受棒 那时候就是非得要赢日本 那种就觉得就是说我今天被你统治 但是我要走出我一个自己民族的一条道路的那样子的一个 本土的一个社会氛围 在他的这本书的生花妙笔的描述之下 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 追求国主意识的一个非常深刻的轨迹 对特别是其实红叶少棒队 在当年拿到第一名的时候 他们参加了第一回合的那个 就是跟日本关系联队 在比赛的时候拿到第一 后来对我来说是一个神话了 其实是一个棒球史上的经典 至少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记得他应该是1968年的事情 那后来呢 红叶少棒的这个传奇故事也被翻拍成电影 有很多红叶精神 红叶传奇等等 那根据体育运动员所翻拍的电影 其实非常的多 在影视作品部分 像这几年的翻滚吧 阿兴 对 还有灿烂的夏天 甚至在西方有磨球 他就直接是讲一个棒球的故事 那你们觉得特别是在一个 本来是运动员的故事 或者是体育的故事 他如果变成一个电影 是励志电影的时候 你们有看过哪些吗 相关的 如果这本书也翻成电影 我来先回应一下 刚刚石原长那个脉络下一部电影 其实很重要的是 像刚刚朱老师你说红叶事件 其实他红叶少棒 其实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那个背景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时代 台湾在60年代开始遭遇到 很多国际外销的挫折 那其实是一群野球的孩子们 棒球孩子 让我们维持了一个 对于国家的认同该有的自信 所以这则的故事 为什么会在整个 我们后来的50年上不断流传 甚至于到1980年代初期 有一部电影叫《红叶小巨人》 那个是第一 大家一说都知道 赵志祥 对 那个是第一部 就是棒球电影产生这么大 社会能量的第一个案例 就是他把红叶的故事 当然有一点刻板化 因为事后我们知道 其实不是击败世界冠军 但是1980年代初期那部电影 把这套故事 完完整又拍了一次 而且透过我们的地视台 那套电影现在还在播这样子 然后所有的人都因着那个电影 认识了红叶少棒 那个片子 其实对于台湾的棒球电影而言 是一个重要的开始 他当然也回应了刚刚水运长说的 那个七年代棒球的特质 就是在困苦当中 然后带给大家希望 然后让每个追求棒球的 价值的孩子们都要以 红叶少年为榜样 我觉得那部辫子 那部辫子其实带给我们 蛮大的影响 就我至少我小时候看的时候 看着很多的戏 我觉得我一定要打棒球 打棒球 但是蛮励志的 我想他应该主要传递的是这样的精神 不过那些电影拍的是真的吗 我想问Terry 对 就是他里面的那些 比方翻滚吧 或者是说一个运动员在逆境当中 力争上游 他的体力上的负荷 他的心智上的耐压 这些训练 这些过程 对一个专业运动员来说 都是真的吗 是 绝对是真的 因为我们电影来说 就是一两个小时 他其实只是 他是一二十年的缩影 对 因为我在前一阵子 也跟我们的 跆拳道不倒女王苏立文 也是我们台内的节目在聊天 他那时候在2008年 在奥运的时候 一直跌倒又爬起来 一直跌倒又爬起来 那个画面我想大家历历在目 对 那时候我在跟他聊天说 你那时候到底在想什么 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说 他爸爸上次跟他讲说 你是国家的小孩 你能做你的小孩 因为他 认重道远 是 因为他说 他从十岁开始 接触跆拳道 二十年就为了站上这个舞台 哪怕是已经韧带快断了 哪怕是伤 但是他背负的是国家的小孩 其实我想在 我的 在看一些电影 包括我在看Carno Carno棒球电影 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 影响 他们在练习的那些过程 在田里面跑 哪怕是 那有很多像院长所说的 那个时代背景 然后水库刚开 然后农业刚起的那个时代 然后整个村子都知道 我们要去Carno 然后就是 就是那种背负的那种责任 所以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已经是 不只是身体上面的考验 心灵上的磨练更是 更是困难 因为选手永远是当大家在玩的时候 当大家在放假的时候 我们在练习 对 包括郭幸存 举重女神 他也是曾经也这样说过 对 然后这些只是辛苦的过程 但是在要出去比赛 又是另外一个过程 就是面临可能 学校经费上的考量 对 然后又会经过家长会去审核 那电影的拔一条河 其实它有一段是校长 在跟家长会开会 其实那个 我自己也有经历过 就我的经费 我拨给直敌队 我可能拨给合唱团 我可能拨给一些 比较艺文类型的 你的经费会比较多 反而体育项目 他过去没有拿奖 那没有这个经费怎么办 那我们就会一直在一个 很困苦的状态之下 可能器材用的没有那么好 那可能是学长的 可能旧的 一双破的鞋子 旧的手套 但是我们就必须要 面对这样的环境来去 做我们自己的挑战 同时间后面背负到 一个很重大的责任 对 可是我一直到我现在 看了那个Cano的时候 我觉得 我又另外一个心境了 就是他一直告诉我们 就是不要想着赢 要想不能输 就是没有在修行 就是像我在 是两个剥落的经典 对 这境界好高 电影里面 你看我们都是没有在拍的 没有在拍 因为总是应该刚刚 对对教授也提到 因为选手真的绝大部分 低潮的时间比高潮还多 对真的 对于70年代台湾棒球史而言 在街头战场上 你我他的街传球 正蕴含着一种 成就平民英雄的期待 平民英雄与街头战场 反映着70年代 台湾棒球时的 社会心理与文化特征 平民英雄所反映的 精英现象 培养了众多能与 国外争胜的好选手 街头战场所代表的 普遍性作用 则造就了广大的 棒球人口 使了二者互为表里 缺一不可 同时深远影响了日后 台湾棒球的发展 真的教授也提到了 因为选手真的绝大部分 低潮的时间比高潮还多 真的 刚才看到一个 一种本质 一个是从个人 运动员本身 就是我不知道 有一个 可能有一个作家曾经讲过 就是运动员本 运动本身 它其实是在挑战一个 不必要的困难 就是它并不是一个 我本身就要遇到的事情 它是设定一个游戏 然后我要去超越它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超我的行为 对个人本质是这样子 可是对国家又是另外一种 它其实是在讲一个 你在超越这个精神 其实象征一个国家的 国体 国家的形象的东西 所以我们每次看到 一赢韩国或是在经典赛 或是在东亚运 去年的东奥 对 那个 那个背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 或是一个社会的形象 然后这两种本质 其实是很不一样 对 作为一个运动员 最一开始的原本的样子 可能就是要去挑战自己的成绩 做一些 增那个几秒 或是增那个几分 很多是在超越自己的体能的 这个象征 可是从国家来看 却是另外一件事情 像我们那时候 我们到日本 还有卡罗 到日本比赛 我们不是 当然很多种曾经什么 六胜 两败一负 然后就突然让日本人吓到说 怎么反径会打球 对 然后这个部分 从我们自己本身来讲 我们在挑战这个殖民国家 带给我的一个新的运动的规则 我在这个里头打败了他们 那个民族自信心突然就 就起来了 就起来了 所以那个 他其实运动会不只是运动本身 对 刚才Terry有提到那个经费的问题 就是好像一直运动 他都不是在一个十二年国教 或者是我们学习的路途当中的 一个主流的标杆 所以讲到一个棒球 可以在过去一百年 从少棒开始到青棒 青少棒到后来的成棒 打到这样发光发热 在这个历史上 有一个很重要的推手 也就是 第一个就是棒球之父 谢国成 对 谢国成 他真的那个时候出钱又出力 是 对 就像刚刚朱老师所谈到的 我们其实 因为一开始就我们谈到 其实棒球是一个 进入门槛非常高的运动 我们又长期属于一个非常匮乏的阶段 这是一个 第二个其实是 我们的社会其实 因为西方的 因为运动是西方社会产户 它其实是一个资本社会 跟工业革命社会发展下 人们寻找一种休闲 等等机制下所发生的 所以其实在欧美的 对运动的支持 跟我们有很大的不一样 因为比如说德国运动 很多都是俱乐部形态的 我们觉得 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喜欢而去做 我一年花几万块 那个都是我自己 我自己会做这件事情 自己的追求 我们其实就像刚刚 我们今天所有讨论都一样 我们从 运动本来是个人的追求 但最后变成一个国家的赛局 我们觉得国家对这件事情有责任 于是我们会期待 但是其实政府 其实对这个事情 七年代以来 它采取的策略就是 我们希望能够投入最少的资源 能够得到最多的结果 那时候就讲CP值了吗 CP值 大家还没说 真的 就你现在看起来 你其实觉得 那个制度其实就是想要 我如何花一点点钱 压榨 对不对 然后能够得到最 我觉得这个是整个 通贯整个台湾过去 一百年的棒球 一百多年的棒球的发展 其实一个很显著的现象 就我们其实整个社会 或者是政府 我们投入棒球运动的资源 其实是跟最后所获得的成就 是不成正比的 我必须跟大家说 不成正比的 其实谢老师 在这个台湾棒球一百年的书里面 有提到一句话 说台湾棒球就是一个 专门让专家掉眼镜 眼镜掉下来的 演出这样的戏码 包括像1983年的亚洲杯 酒局下半的时候 终日对战 终于由赵世强 集出一支 对 全雷打 以1比0 在那次取得 冠军 所以整个棒球史 在棒球发展 在台湾来说 除了从一个健身的运动 或者是一个社群的运动 进步到在成为国族的 某一种使命感跟象征 他其实也经常上演的 这种逆转胜的故事 对 多到已经说不完了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不同世代人 永远会祭出一场球赛 是因为那些球赛 其实它反映了台湾本身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 某些时候自信性不足 然后会觉得跟世界差距很远 但是有可能在那场球赛当中 我们去翻转了这所有本来的 既定的关系 然后让那场球赛成为 投射 对 它投射成为一个 每一个世代的 生活在台湾的人 然后对于棒球这种运动的期待 83年那一场 然后84年的洛杉矶奥运 我觉得那几场球赛的某一些 画面到现在都会停在我的心里面 对 因为一开始我们对这事情 没期待 我们觉得日本这么强 怎么可能 然后美国这么厉害 古巴这么厉害对不对 那一开始我们觉得距离 距离很远 但当一旦我们进入比赛 可以超越的时候 其实那个过程会被我们 牢牢记在心里面很长时间 他在必要的时候就会被叫出来 对不对 然后再施寒一阵 然后就觉得 我觉得所有棒球的热情 是在这样子的 对过去的那些关键的 球赛的召唤当中 让他一直维持这样的热度 这当中也体现了一个 台湾棒球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我们看起来 其实好像很匮乏 过去 然后很穷 没有力量 但是经由这样子的 一个过程当中 也反映出了一个我们的精神 就像刚刚朱老师说 这本书其实在告诉我们的是 棒球的精神 也是台湾的精神 最核心的其实是一个 逆转性的精神 大家不看好我们 让我们做到了这样子 对 召唤了每个时代 像你们是赵世强 我们是郭里建夫 你怎么知道我的时代 我为了那个 我是郭里建夫 我为了看赵世强 我还真的跑到板桥体育场 去了好几次 真的 我不能承认赵世强这边 什么事 就年代不太一样 年代的召唤 其实我是喜欢王建民 而且王建民会打那个叫做 申卡球 对 就是一个球投出去以后 在本磊前面迅速下坠的 这种属于艺术家的 一种表演的形式 那在这些不同的棒球选手 所连结的一个记忆的宝库里面 石院长您是连结到哪一位球员呢 因为我自己是从一个棒球的重镇这边出来的 对他来讲 我那些大哥哥们统统都是我的 都是你的 从成义姓 王光辉 王光熙 黄中益 东安们 他们都是我们的一些 都是我们的一些骄傲 但是 但是因为你们刚才我听到 你们的谈话当中留下了一个 让我很深的一个概念 叫做精神 谈完这个精神 我倒是很想从这个地方连结 就是我今天就是读 谢老师这本书的时候 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 因为总结来说 我觉得谢老师他这本书 给我们带来一个最重要的意义 他就是他勾起我们 所有属于我们台湾人 所专有的那个美好的一个记忆 而且这个记忆呢 他是怎么说 他呈现的是一种人性当中 非常光明美好的这一面 所以我一直想说说 今天如果有机会要 是不是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 谢老师您在2003年 这个版本当中的 第一版的时候 第一版 然后你或许待会解释一下 为什么在第二版 希望你都把这本书弄去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我念一下 这本书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金句 让我非常的impressive 他就这么讲 球场或许无法绝对地 脱离政治力的影响 然而政权或许会因为 时代的变迁而流变 但纯粹人性与棒球的交汇 却是台湾棒球精神的一个本质 写得这么好的这样一段话 因为我们看到真的是台湾 100年的棒球史当中 就是看到一堆人 这些热情的棒球选手 这些热情协助我们台湾棒球 就是发展起来的这些人物 他们的无私的奉献 他们的热情 他们那种追求超越 追求荣誉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这就是台湾棒球的这些精神 所以你们刚刚提到那个精神的时候 我说要记住的棒球师 棒球的这一个人可能 不设美决 但是那个让我记住的精神 或许正如 这个刚才薛老师 您留下了这句话 让我深深放在心上 对啊 尤其是 即便他们是经过了非常多次的选拔 而成为最后的精英 比方像东方快车过太远 时速到158公里的直球 这样子的一个展现 但是针对运动这件事情 我相信它基本上还是给 非常多人一个机会跟向往 尤其是老师您在书里面 也有引用到那个1977年 作家小野得到联合报文学奖的 短篇小说首奖的作品《风沙》 算是最早的运动文学的 一个虚构的小说作品了 但是很写实的去写出了 在1977年 他就观察到了一个棒球选手 那个阿财 后来面临到人生抉择的两难 到底挥棒还是不挥棒 挥棒的话 他打赢了 可以去美国 可以去人梦 但是他爸爸跟人家迁读了 他一定要他输 所以他不会棒他就输了 爸爸可以赢到奖金 小野老师的那一篇 那一本很短 它其实是一个短篇的小说 对 它其实是对我在棒球的研究当中 被预读70年代文献 一个很大的刺激 坦白说整个70年代 我们对棒球的报导 大概都是朝向一个价值 但是其实小野的这篇文章 《风沙》 这篇短篇小说 其实在我们看到了 他虽然是小说 但是看到某种的真实这样子 因为其实这种现象就是 把小朋友 把小球员的能力 可以说是压到了极点 但是他的输赢 其实不是他的输赢 而是大人的输赢 而是国家的输赢 我觉得那个就像刚刚石院长所说的 我们不断提醒在这本书里 提醒大家其实是试着去面对自己 其实就像刚刚Terry说的 那个自我追求的过程 或者是我们刚刚不知道也听到说 运动的时候常会听到自己的心跳 有种药或怎么样 我觉得当我们可以去享受 为了自己追求卓越而成长的过程 其实是很棒的事情 当运动如果只是为了他人而存在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 所以同时回应刚刚两位所谈的问题 就是我自己也是一直打棒球打到大学 然后我完全体会到刚刚Terry说 那个对于自己的追求 然后同才的合作 然后那种散发出来的力量 对自己的刺激很 我觉得很强大 到现在都很受用 所以其实运动有一个 跟我们之间很直接的关系 但是其实小语这篇小说 其实又就告诉我们 其实70年代 我们其实就已经进到一个并不单纯 然后为了很多社会的期待 国家的任务 要去打棒球 我觉得那个拉扯 其实是带我们看到 某些70年代的一种真实 所以其实历史研究 当然我的任务是要把那个脉络说清楚 但其实小语老师 或者是我们说其他棒球文学 其实它可能反映了某一个时代 很精准的那个时代的精神 我觉得封杀其实 我觉得它在台湾运动文学上的位置 其实是在那个地方 对 后来还有刘大任的 强悍而美丽 另外也有唐诺 就谢才俊在看NBA 还有近几年是有国立体育大学的教授 陈子轩 他写左外野 他把那个投入了一个运动社会学的概念 那有人写左外野就有人写右外野 就是杨木有首诗叫浪漫的诱外野 另外还有一个是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一本书 就是张伟雄的球手的美学 他从运动员的52个文学视角来看 所有的很多的竞赛类 那棒球是里面的大宗 就是在这里面认识到他特别呢 也去看了王建民在美国打的第一场职业赛 那他在看那个中华队进入奥运的时候 他有一个叹息说 奥运队这次又要靠那个强打而不是猛攻 他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棒球策略上的 就他个人认为就不是一个长远的 就是他的观感 总之透过各式各样的这种文学类的书籍 其实都开拓了我们的事业 尤其是在70年代到80年代 整个棒球发展到80年代 我们中华队进入了世界前五强 那个故事又更多了 世界五强 来考你世界五强是谁 美国 日本 台湾 韩国 苦瓜 来 苦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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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还厉害 中华美洲国家 中华之战 而且那时候为内瑞拉还没被扇进去 对 当时后山棒球人才被出 却在全国大赛中二度杀鱼而归 严校章处长为培育花东哨棒实力 因此以花莲筑墙国小为主体 成立荣公哨棒队 并于几年后超越台东 成为后山棒球首强 所以你们对棒球的那个 就是兴趣跟热爱 像谢老师肯定是一直从小到现在 我是曾经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 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了 电视转播也好啊 大家的同侪一心也好啊 整个队一个 那个就是国球了 真的除了棒球没有别的 一种荣誉感的集合啊 或者是象征啊 但是到90年代啊 到新世纪以后 好像运动的项目越来越多元了 包括像奥运 我们去年的 非常简出的 他这次最近才刚得到在泰国的赛事当中拿了冠军 他13次是拿了亚军 在奥东京奥运 或者我们杰出有名的运动选手 郭姓纯 还有这次拿金牌的双棋双铃 对 羽毛球 羽毛球 对 对 对 那个真的 对 那也是第一次 采湾第一次 非常不容易 非常非常不容易 还有桌球的小林 跟德国那时候的拉锯战 太难了 对 在篮球啊 在各方面也都有非常多 我们优秀的原住民的身影 在里面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棒球好像 至少对我而言 我曾经在青春少女的时候 也有过一种偶像梦啊 追星梦啊 所以才会千里迢迢 我家住在忠孝东路六段 然后我跑到西区的板桥 那个时候还没有捷运 光是公车就搭了90分钟 为了要去看球赛 以及包括书里面呢 谢老师你也记载了 心目中的武林圣殿 也就是台北棒球场 台北棒球场我觉得就是 如果它应该是整个 70年代台湾棒球热度 聚集得最高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洪业赢的那场球赛 就我觉得它让所有场边的观众 一直丢钱下去给他们 真的丢钱 对 因为其实是不知道 怎么表达出自己 对于这件事情的兴奋这样子 身上有什么都拿出来这样子 我以为只有以前唱歌仔戏 听说杨丽花他们出去 人家歌迷 红包的 对 整个金条 所以我说这个是台湾棒球 它所展现的那种无私跟热爱 用这种最本土的方式来去表达 就把钱丢出来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现象 也是书里面记载 球迷的那种热忱 会把那个本来是90度的球场 因为人太多了 被几成70度 这真的吗 台湾的少当选拔赛 曾经多次因为球迷 他其实也介入了比赛这样子 然后曾经多次停赛 应该有一年南区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南部球队很强 所以常常南部球队的代表权 其实就是那一年的世界冠军 所以南部谁能够取得代表权 就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应该有一年比赛到最后 本来在台南比 没有办法决定输赢 因为球迷一直干预比赛 所以最后其实是干脆整群人 飞到澎湖去比 那也比较安静 相对 才可以还给你90度 要不然你的安打 都不知道是什么要怎么判断 对 就你看到那个照片 就整个球迷就把球场给包围 然后警察一直出来赶等等的 然后一个判决 大家只要一起后 然后又围上来 很难想象是这样子的一个热情 然后再投入在棒球的身上这样子 不可思议 我读那个时候 文献都觉得这到底真来假的 然后还去问 听听听也真的就是这样子 跟很难想象 坦白说 那个场面非常惊人 那你没有觉得像 至少对我而言的 好像就是很久以前的一个 棒球的追星梦 那随着这几年 我们体育的竞赛项目越来越多的受到重视 越来越多都有人才被出 不知道各位的那个棒球魂 到了我们的台湾棒球一百年 从阿公开始讲起 讲到了现在 讲到了现在的自己 你的棒球魂还在吗 我们棒球魂大概就是挺 对我来讲 我是停留在过去的一个记忆 因为我们现在正如主持人所讲 我们现在运动的那个种类很多 你看Terry这样子 我们现在大家台湾都在风健身 对不对 台湾这几年还在风什么 跑步 最近一堆人在这个样子 好像你没有参加个拳马 是已经很羞恥 对 你就编人 但是对我们的棒球魂 永远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些回忆 永远就是会像是谢老师书中 所描述的那个样子 我的同学 我很遗憾我小时候 没有参加棒球队 我一直觉得 我其实是很有这个天赋 可以参加的 你是哪一个天赋 你是打还是投 我突然还会放来捡球的天赋 可以在外野接球的 就是他描述的这个样子 因为那个球很贵 硬是棒球 真的是同学们 我的同学们 他们找不到那个球 后来不能回家 天天找不到球打烂了 真的是我就看到 那我老师那我教练们 他们就是拿那个红线再去缝 再去缝 这是我的棒球的一个记忆 放在我心上永远不会忘记 永远会想到 你们刚刚讲那个什么 拿那个报纸来去做那个布纸 还有那个年代还有是什么 水泥的那个袋子有没有 以前那个 现在都是刚进入那个混泥土 现在都是玉拌混泥土的车子 就帮你送到工地 以前我们那个时候 他不是还要拿那个网子 这样子来去送那个小石头吗 然后就是倒那个水泥的那个 那个水泥那个袋子很厚很硬 那个做那个手套是很棒的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以前都要跑 跑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们打那个球 把附近的房子那个玻璃都打破 然后就被附近的 你的手套比较好 我的这个把球纹就是进入的 因为就是谢老师所讲 这是一部分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 就是大家全台湾人都有共同的回忆 有空地就可以打 软子那个塑胶球也就可以打 对 随地都是 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部分 Terry你是把人家玻璃打破了 然后要跑才跑成了田径堆 刚刚实验长说那个真的有 真的对 小时候半夜就 谁叫他小孩 对 真的 对 那那那某你虽然后来 移情别练到排球了 我是看我的同学 我们同属一个部落 我们同学从应试 然后一直走到最后 现在还是会打慢壘 可是我们没办法 身体力行到那边 就要慢一点 所以我们还是 慢壘球替代那个 这个对于亚球的热情 我的同学都这样 每年的这个春相运 聚餐我们都还是会在打 在部落里面打 这样揪人揪一个团队很容易吗 因为现在好像大家都 很容易 因为我们都会有会后会 现在很多企业也有很多业余的 像谢老师 而且他会后会的意思 如果你今天这个 这个比较文学的 就是读书会 读书会 艺术的范畴 读书吗 我觉得以后把这个录影 给我排在邦晚 下午这样 我们有会后会 就有会后会 这永远是 运动赛事之后 也是中切的一个重要事 那我用一个 比较文学的字眼帮大家 翻译那个会后会 就是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是不是叫他们会后会 说得厉害厉害 具有优异的棒球技术时 不外是强调他们的速度快 力量大 如同许多的高砂族的选手们 从幼儿时代 便赤脚在三野中奔驰 脚程不用说远超一般常人 再加上阿美族人 练有投石练脑的习惯 坚力与控球能力 艺术不在话下 换言之 他们的优势来自于天性 在书里面 其实谢时渊老师 就做了这么精心的 一个研究调查报告 然后关于台湾棒球 过去一百年的发展 有非常多都让我很感动 特别是 在他的一个历史的脉络 以及时代的背景之下 让一个很单纯的体育运动 后来衍生出了 非常非常多的面向 但无论如何 特别对于棒球 夏老师你有提到说 其实在台湾的棒球的 发展过程 都是以世界为舞台 因为我们最后一定要 任何一个运动员 任何竞赛 或者是个人的 不断的求职努力 你都会想要 往一个更大的方向去发展 但是棒球 它都是从街头开始了 从街头开始 就是一个社区 像我们今天 聊了这么多的 关于从家里面 从社群 从一个亲族的结合 它是从街头开始的吗 我觉得那个就像 我们今天所有人谈的 其实我们一开始进入 棒球运动的 那个经验都跟 比如说美国跟日本都不一样 他们一开始可能就是在一个 很漂亮的球场上 然后我们的经验是什么 在田里面 对 然后在庙前面 对 然后在街头 我觉得是那样子一个 这么独特的参与经验 其实可以让我们 一聊到棒球就能够聊成这样子 我们真的都有类似的经验 而且其实是很独特的 跟美国的 跟日本的 因为我跟其他国家的 研究者交流 他们都说什么 你们是在马路上丢棒 不是很危险吗 我说我们在 对不对 然后那个就对我们 有时候好像说 砂石车来了 快跑 快跑 车子来了就收一下 对 然后我们都会觉得 是很平常的经验 他们真的是欧洲 美国跟日本就是在 小朋友一开始参与棒 就是在一个球场上 那个反映出 其实我们的脉络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 台湾棒球的舞台 它不断的越来越远 越来越广 到世界 然后到美国等等的 但回到我们心里面 那一个 这个构筑在每个人心中的 那个棒球梦 甚至于棒球魂 其实我们都有 我们其实在做着 做着一样的梦你知道吗 其实是那个一样的梦 让我们再 即使我们已经距离自己的 过去这么的远 然后站上了像王静明 像纽约的舞台 我们还是很容易去召唤起 自己的棒球梦 然后我们彼此有共同 可以聊天的议题 然后一下就能够 就能够因着这个议题 把它串联起来 那我觉得其实是这件事情 让棒球在台湾的意义 显得格外的不一样 对 今天的读书会真的太有趣了 虽然我们聊的是棒球 感觉还没有聊到 这个女子棒球的部分 女子垒球的部分 但是就已经度过了非常愉悦的 这段读书会的时光 我想最后呢 因为我们大家聊这个话题 真的是聊不完 太多有感而发 不过我们还是要简单的 来做一个结语 那实院长您对于这本书 虽然您刚才您跟大家分享过 金句了 但是我想应该还有更多的感触 我想再把刚才的话 就是总结 简单的做一个总结 就是虽然这是谈棒球的一本书 但是谢老师在这本书当中 额外的传递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我们这个共有的 关于棒球的记忆当中 它额外的让我们看到 人性光辉的那一面 南梦你看到了什么 谢老师最棒的地方是说 这本书让我们知道说 台湾的棒球 从国球这个概念开始 不是从70年代开始 它可能要回到更早 1920年代 这个100年前 包括这个从那时候 棒球史开始建立起来 那我其实要跟我们的族人讲说 台湾的棒球史 其实也是我们原住民的棒球史 也就是我们的 这个发源地的族人们 从那时候开始 开始建立了我们的棒球魂 对 很棒的一本书 谢老师呢 我写这本书 其实一开始沐浴坦白说 就像刚刚南莫所说的 我其实是要把那个脉络 过去没有人说过的事情 把它联系起来 但其实写完之后 我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是台湾的棒球 曾经在这么困难的状况之下 然后站到了不同的舞台 然后我们曾经都曾经参与 透过不同的方式 所以我想 我最后其实写这本书 我发现其实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是台湾棒球的英雄 都是自己的 自己的 就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是自己的棒球英雄 如果不是我们 台湾棒球不会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是写完台 发现 其实我在处理我自己 然后也在处理我自己 跟我有一样经验的 很多的台湾的 就像大家一样 所以最后还是一个 这个书还是在 送给所有台湾人 对 尤其是传承到了 Terry的年轻的一代 你还可以把这个棒球运动 融入到一种健身体操里面 不敢不敢 真的要很谢谢谢老师 他也把这个 藉由这样的一本书 把这样的精神 传承到我们的下一代 那在我的角度来看 因为可能我还是有同学 在从事教育的工作 那其实我也蛮鼓励到 我目前看到的都是一些 在台面上可能很优秀的选手 但是其实有更多的选手 是我们没看到的 或者说他们是更需要 是我们去支持他们的 那其实我也想要鼓励 我们的原住民族的小朋友 真的就是 要继续把持这样的精神 虽然没有办法在国际体坛 继续发扬光大 但是就像我一直在 从卡诺电影学习到的 就是要想不能输 不要想着赢 谢谢 谢谢Terry哥哥 给我们小朋友的鼓励 不敢 那我一样也要称呼谢哥哥 南莫哥哥 还问施哥哥 对 今天读书会就进行到这 真的太开心了 谢谢各位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谢谢 其实以前我们就只能准备 胡装水 因为本来是有咖啡 我现在开始会后会 先 以后把这种有趣的 而且不一样味道 要排在下午的场子 真的排下午 直接拉走了 我的那个 一点点的通告费 都会打醒 那很够 去快炒就很够了 你问他 这个是专家 你说会后会专家 会后会 我们通常要跟着哥哥走 我们部落有句话就说 跟着爸去走 有哥哥真好 然后到我们阶层就改成 有哥哥请真好 我们阶层的 就是特别的一个关系 我们泰巴郎部落 他又是一个 相对法弹比较算是 比较更传统 对 你们都有一时固承 他的意义现在就是那种 阶级的 阶层之间的那种 尤其是下面阶层 对上面阶层的那种 服从跟尊敬 还有依赖他的资本 这个绝对都是负贷的 绝对都是负贷的 所以真的你们打完 垂球之后常常会 怎么会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